兔子,我发现了你赚钱的秘密 啥秘密啊 我们意大利的大部分日本料理店 都是你开的 这叫啥秘密 这家伙还在美国卖印度咖喱 在韩国卖英式炸鱼薯条 在英国卖法国大餐 在法国卖韩国泡菜 不光如此啊 兔子的咖喱比印度人做的还好吃 兔子的炸鱼薯条比英国人做的更美味 嘿嘿嘿 你们的菜我只要稍微改良 就能更受当地人的欢迎 卖出比中餐更高的价格 哦 那哪国菜最赚钱呢 最赚钱的那肯定是 日本料理啊 啊 烤肉 我最喜欢三分熟的 啊 不是是一分熟的吗 啊 什么一分熟 零分熟的才美味 啊 不是是全熟的吗 整只骆驼轮到烤炉里 啊 整只那么大炸吃啊 烤肉就得吃肉串 两公斤一串 刚刚好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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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烤肉一定要多放香草 越绿越好 烤肉 肯定没有炸越好吃 你们吃的够乱的呀 不过在我家东北 万物皆可烧烤 啥呢 烤眼睛脑花尾巴吃过没 没有 那烤苹果 菠萝 大青椒呢 啊 那烤牛奶 雪糕 爆爆冰呢 啊 哦 那估计大宝剑和霸王枪 你都没听过 最能吃 那当然 东北烧烤时候特别乐意研究 甚至可以把板凳烤给你吃 那你见过最离谱的是烤什么 这个嘛 应该是烤空气 啊 啊 啊 谢谢大家